我们现在找几个我们身边常见的演化的例子来做佐证 像有一种植物叫野芥菜 它被人类预种成不同的样子 野芥菜该长这个样子 结果它现在被人类养成高丽菜 各式的不同的高丽菜 还有绿花椰 白花椰 还有大头菜 这就是大头菜 大头菜吃的是它的营养精蓬大了 你们吃过大头菜吗 把皮剥了 有些会切片来炒菜 有些会切块来熬汤 蛮鲜美的 这些都是同一个物种被我们育种出来的 天哪 所以生命被我们人类操弄成不同的样子 因为为了人类的需要 另外一个是动物的例子 这是台湾 西岸有一种鸟叫白头龙 我们其实校园内偶尔可以见到 因为都市中它是垃圾鸟上见 可是在我们的东岸呢 就是宜兰花莲跟台东 有另外一种相近的物种叫乌头龙 头是黑的 它们其实有共同组间 因为中央山脉隔开来 它们在东西岸正在各自演化 准备要各自演化成独立的行种 结果西岸有人抓了白头龙 拿到东岸去野放 就是宗教放生 它说哇西岸污染比较严重 我拿到后花园后山去野放 这边环境好山好水 你好好的生活吧 宗教放生 结果一放生出来之后 梁总长见面了 好像看过你 是我远房亲戚吧 就不小心结婚了 它们生出的子弹有生殖能力 因为它们还没有完全独立演化成新种 所以人类的活动已经干扰了这两种鸟的演化 现在这两种鸟已经很难演化成新种了 那它们的子弹叫什么呢 这是东岸的乌头翁 这个呢是它们的小孩 叫杂头翁 不叫灰头翁 白头 黑头混在里灰头 不不 它是白头翁的样子 多了几个点点 所以叫杂头翁 是它们共同子弹 好那这个例子就到这 我们的两个例子 一个东一个子 我就暂时说到这